這個道理 接下來呢請各位就是說 分別切到清單 然後把什麼呢 把那個清單裡面每個都見範圍 這個先複製C 然後選舉它之後把它貼上到這邊 這個就是性別 那這個也是複製年齡嘛 然後把它 在這邊貼上 叫年齡 推一十六推 剛好 它的那個 左上角 就是它的名稱 它的下方 就是我們要定義的範圍名稱 所以你就是把那個 左上角的名稱坦兽C複製 然後呢在選舉下面這個範圍 並且把它這個 教育程度貼過來 然後這樣Enter一下 那我們分別這樣做啦 因為剛好有會有清單總共會有 14個吧 那所以我們逐一逐一逐一的做 可能要稍微花一點時間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好像也 沒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更快 大概就是 要寫程式一途 不過寫程式對大部分來說 還是挺遙遠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那個 不寫程式的情況下 又要能夠一氣呵成的話 那再來的話我就做完了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呢 也做好那個 剛剛的 這個公式之後的話 剩下來的 其實就很簡單 再來 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先選舉 假設我就已經做完剛剛的動作 比如輸入這個公式 就是這個公式的話 一樣喔 是 去找前面一個 工作表 這個地方的話 我去找什麼 找前面一個工作表 就是去找那個 問卷調查的 這個 B2 應該是 LugarValue LugarValue的話 就找前面的這個 B2 那去哪邊找 我就用Indirect 或者是說如果你這個字拼得出來的話 你就自己打 像我們這邊的話 習慣就自己打 In Direct OK 然後就自己 把它 字不要拼錯 Indirect 然後錢瓜阿弧 再來的話 Indirect 錢瓜阿弧之後的話 在選取什麼 選取那個 B1的這個儲存格 選取B1的儲存格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記得在 1的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就是 0 確定完之後呢 其實理論上 我們這個公式做完之後 如果你 再來就是把那個 名稱命名完 剩下來 其實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這個公式沒有打錯的話 剩下來你把它向右填滿 放開之後 假如你都可以看到正確結果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全部做完了 你會發現 這個 全部都掉過來 對不對 然後再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好像不用這樣填滿 向下的話就點兩下就好 所以向右喔 向右 跑掉 向右之後的話 向右拉到這邊 向下的話 快點兩下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 表格的話 裡面全部都查完了 OK 所以用這個方法好像似乎是最快的 而且不用寫程式 馬上就可以看到結果 就不會是 剛剛看到的 就是所有都是用那個所謂的那個編號的方式喔 OK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做完之後看到 就可以把 所有的編號 指向它的名稱 並且 再做過一遍喔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要用那個View函數 然後並且 我的名稱 我的名稱剛好就是在 上面這個B1的位置 剛好叫性別 那只是說你如果將來指向它 它是 性別兩個字 或者一個儲存格 它 不會去抓那個名稱過來 所以你必須透過Indirect 這個函數 它才有辦法把那個整個範圍 那個名稱的整個範圍 幫你抓過來 OK一定要配合那個函數 所以呢我們要做前置作業 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清單裡面 然後呢記得喔 選那個A2到B3 把它名稱叫做性別 那我是建議啦 你不要用自己打的 最好是直接複製上面這個名稱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再選下面 再Ctrl V 貼上Enter 不然剛好叫我同學打 打字有時候 打錯一個字 打錯一個字 或者是說你將來多個空白 多個空白也不一樣喔 它是比對要一模一樣喔 你不能說多一個不一樣 所以呢如果像剛剛同學 只要有向右向下 奇怪怎麼就是 其他都對 只有一兩個不對 那你就要檢查 不對的那個欄的名稱 是不是有出錯 如果出錯改一下 它就恢復正常 就大概這樣 所以我就是 把這個名稱先複製年齡 然後再選下面的 把它貼到這裡面 貼上Enter 然後複製 選下面 貼上Enter 那以此類推 所以總共會有 14個清單 那你就是要先做這14個動作 那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如果說你怕錯啦 你可以再切到我早上講的 叫公式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 先去檢查一下 比如說我第一個性別 性別對應到的範圍 對不對 A2到B3 那其實你可以藉由虛線 檢查一下 給大家知道 再來的話 如果這些都做完了 應該會產生這些 總共14個 清單名稱 OK 這是要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一定要做 如果沒有做 或者是有一些做錯 那將來也會反映到你的欄位裡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利用V2函數來做結果 那我一樣 在這邊 游標放在B2 插入那個V2函數 所以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找到V2函數 那要查什麼呢 查 問卷調查裡面一樣B2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會出現問卷調查 清探號B2 這個部分不用鎖 為什麼因為等一下就跟著跑就對了 因為 我們兩個工作表是一樣的 只是前面是編號 後面是要查名稱 那Table Array的話呢就是什麼 你的 要查性別嘛 所以這邊的話Table Array 你可以呢 在這邊 記得喔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那個Indirect 記起來 indirect 錢瓜糊 特別注意喔 這個如果拼錯的話 結果也不對 但是有同學說 老師我背不起來怎麼辦 沒有關係 第二個方法 就是 游標一樣放這裡 點選前面的箭頭 公式的前面箭頭 找到 其他函數裡面的 檢視與參照 一樣Indirect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 放到這裡面來 OK 把它點一下 按確定 再來的話它會出現 Reference text 意思就是說 你要幫我 你要我幫你 帶哪個範圍 回來 但是你總要告訴我 它的名稱吧 它的名稱叫什麼 剛好就是跟什麼 跟我們欄位名稱一樣 所以呢你這邊直接 點一下 B1就可以了 OK 點一下B1 剛好呢 等一下那個 B1 我們會怎麼樣呢 會需要 就是 向下填滿的時候 一定要都鎖在第1列 所以 我就直接把 E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那你想說 那老師 B前面要不要加 B如果加的話 變成說 因為我們下一個是年齡 對 它就變成C 如果你把它鎖起來 永遠都是性別 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這個鎖很重要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那個概念 鎖攔鎖裂 搞不清楚 最後發現本來應該 好像很簡單的事情 就弄得很複雜 所以如果你鎖攔鎖裂 沒有概念的話 你很難做出像這麼厲害的效果 你只能慢慢慢慢一個做 OK所以鎖攔鎖裂 就是一氣呵成 一定要知道的 OK 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很多地方 沒有這個概念的同學 以後 這個做很多的公式 就會變成很容易出錯 OK所以我們現在是鎖在第一列 但是向右拉的時候 藍 要跟著改變 就換下一 換下一藍 換下一藍的概念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IndoRate就 幫我過來 但是因為我們VLAN數 還沒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兩個 填空題沒給它 所以它會跳出說 你輸入的引數太少 沒有關係 接下來怎麼按確定 然後呢 再移回到V環數 再按一下插入環數 把後面的兩個問題給它 我要把 那個第2藍的資料帶回來 然後第4個問題呢 比對方式幫我完全比對 按個確定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 特別注意喔 就直接向右拉就可以了 剛剛同學好像有先向下拉啦 不用 向右拉之後 再快點兩下那個空點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喔 馬上 這邊就會全部出現 我們要的結果 但是如果說你發現其中有幾個出錯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檢查那個什麼 名稱管理 比如說有幾個可能啦 就是說 像有同學是什麼 比如年齡多個空白 空白 我看看 按確定好了 我們看一下 空白它會不會避開呢 年齡 關閉 年齡 有的時候好像 中間如果你把那個年齡 加這個地方 假設 他這個地方加中間的話 按確定你看 他不能加空白 只要裡面多一些東西 之前比較多這樣 假設打一個 這個錯誤的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個錯誤的話 他這邊就會出現那個年齡 馬上出現REF 有沒有 進REF出現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再跳到名稱管理裡面 檢查年齡 年齡 少一個字 那你就怎麼樣 把那個0這個字 把它補上去 要一模一樣喔 如果實在還不一樣喔 你乾脆用貼的好了 比較快 就跟他 反正就上面什麼東西 你就用貼的保證一定正確 所以像有時候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真的是有時候 鬼打牆 就一直撞牆 那怎麼辦 就用貼的有時候貼正確了 把年齡改一下 然後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這個範圍的 名稱OK的 REF會不會正確呢 按確定 OK然後這個時候他還沒有恢復嗎 你關閉之後 他就幫你又恢復正常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大概是這樣 那請各位 試試看 因為 假如說 剛剛講的那個細節部分 你都有顧慮到 應該就可以很快的 向右 向下 一起合成 試試看喔 看完 感谢观看